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这就是周深,实在是太火爆了 应该是近几年来投资人最失策的一次 谁能想到这个极其普通的男孩子可以爆火这么久呢 常言道人红是非多 不少黑子在网上乱拉cp 周深的粉丝看后简直笑开了花 根本不予理睬 嘲笑营销号想黑周深真是无所不有其籍的节奏 随着综艺奔跑把兄弟接近尾声 不少黑子纷纷行动起来 想趁住最后一波热度捞点好处 于是就创建了一个词条 彩徐坤白露 谁知道人家两家粉丝根本不往上凑 抱走各家偶像独自美丽去了 留下的都是两位明星的作品 黑子一看这不行啊 没有人关注这个事情 那不就是白忙或一场吗 必须要再找一个更有关注度的明星 彻底把这堂水搅混 刚好周深又跟他们是一个综艺 几人的关系又特别好 于是就开始了一张嘴跑火车模式 这也是让一众看客有注云礼物里的感觉 黑子就期望有些粉丝看不过去 几家互相杠起来 那么这个事情不就有热度了吗 谁知道这几家粉丝都是比较理智型的 对于黑子的造谣一概不予理睬 小编看后多多少少被无语注了 白露 蔡徐坤 周深本就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在游戏中互帮互助给观众带来了欢声笑语 这些无良黑子还在这里乱讲 并且拉上周深 还有谁不知道周深可是深受每一个人喜爱的 不光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并且频频受到业内人士的夸赞 他凭借聪明 善解人意等特点 让每一个人都想亲近他 那么作为好兄弟的蔡徐坤肯定是愿意在节目中多多和周深互动 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中看到蔡徐坤亲切的称呼周深为宰宰 这个名字可不是起源于蔡徐坤 不少粉丝就是这样称呼的 谁能想到有一天 最平常的表达会被当作造谣的材料 可是他们所期待的战火并没有燃起来 各家粉丝对于这种事情根本不在意 没有人去打理 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尴尬的一天吧 面对这种无厘头的信息 粉丝的态度就是 我们唯一的过错失态想和人气过高的周深做朋友 惊扰了大家 实在是不好意思 但是也没有办法 谁让周深太受欢迎 任何一个路人都想点进来看看啊 粉丝是真的没有办法啊 什么造谣啊 什么蹭热度也罢 都是因为周深身上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周深未来的路还很长 并不在乎外界这一点闲言碎语 粉丝也看得开 毕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只需要好好关注周深的作品即可 谁让他的铲除太高了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